一切自在及一切无碍 一切一切严诚习 圆满成就 融通无碍才与自在 这是 世尊总继前吻 赞叹法藏比丘 修普贤深远的大限 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 种种功德 这是修音 古德所感的呢 是一切乏了 得到自在了 一切自在就是一切无碍 招爱都没有了 可以随意变换 一切圆满成就 这是大成教师 常常教导我们 我们能够将一切放下 试出世间一切法 必须知道 必须知道 这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世间法 不可得 佛法 也不可得 为什么 自信 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也不是精神现象 它也不是自然现象 的什么 自信是唯一的真实存在 它不是现象 所以 无所得 我们有得失的这个念头 这就是无视无明 这就是所有烦恼障碍的根源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就坚信了 什么叫坚信 得大自在就是坚信 也就是一切法 人满成就了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有感 你能同时印一切众生 这大自在啊 无量众生有感 无量众生你就能印 就像我们眼前的屏幕一样 屏幕就是自信 里面的画面 千变万化 幻想 就好比是 是法界一阵庄严 什么地方有感 什么地方就有印 屏幕 每一个方寸 每一个点 它都印 千变万化 像还原观上讲的 畜生无尽 畜生无尽是印 我们 其实 跟著佛如来 毫无差别 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 我们听不懂 真话是什么呢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本来成佛 成佛是什么意思 就是此地这两句话了 那加上前面一句三句 一切自在 一切无碍 一切原真 这就叫成佛 这三句 就在我们先前了 就在当下了 非常可惜的 我们自己不认识 这叫谜 谜 它还是起作用 它还是一切自在 因为我们迷了 我们有分别执着 就不自在了 你想想看 去掉分别执着 就自在了 有分别执着 不自在了 本来一切无碍 现在有了分别执着 它障碍就来了 无量无量无边的障碍 本来是一切原成的 一切原成就像是宝土一样 那也是因为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一切原成变之了 变成十八戒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变成了 变成是假的 是虚幻的 原成是真的 一阵发现是真的 没变呢 是自己看错了 不是真变了 真的怎么会变 是自己误会了啊 我妈把屏幕 比作自信 自信就居足着善德 自在无碍原成 迷离人怎么样呢 这影像啊 在屏幕上出现了 这人着急了 哎呀 我被染污了 我不喜欢这个景象 这景象就被染污了自信了 就这么个情形 一刹那之间 这景象又换了 它始终没觉悟 因为一直都是在染污 殊不知 根本就没有染污 那慧南大师告诉我 本自情境 没染污啊 本我动摇啊 没动啊 四心没动啊 那这个礼仪跟四 都有相当的深度 老同修 亲近多少年的 我这个说法 你会有一点误触 初学的人听不懂啊 不知道我们在数学生活 阿 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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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佛 阿尼 佛